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Eline 你们应该看很多我的video都发现 就是我比较少拍vlog了 就是比较常拍一些有主题性的东西 然后今天呢我就想要拍一些vlog 因为之前我是以拍vlog来up video的嘛 然后现在慢慢转去主题性了 然后我现在想要就是变成 又有vlog又有主题性的东西 就可以给你们更了解我的生活 所以今天呢我会拍就是我一整天的vlog 然后现在我大概大概跟你们讲一下我的行程 就是等一下我会去配眼镜 所以我现在是没有戴contact lens的 可是我有化妆啦 我等一下会去配眼睛 然后配好眼睛过后我会去公司 去公司过后要做什么呢 等一下要再跟你讲 所以现在我们就先去配眼镜 Let's go 我现在是站在忙外 我在等着我的grab来 然后如果你们讲一下 为什么我要配新眼镜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 会照顾眼睛 然后就弄到眼睛有点坏了 中学的时候都很喜欢买那种 上网戴一年的lens 其实lens是不可以戴一年的 都是最多三个月 一个月或一点的 没有戴一年的 所以我眼睛就有点坏了 我最近发现我的眼睛状况 不是很好啊 就是我戴lens 扒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那些lens都黏着我眼睛 就感觉我要扒出来 好像在扒我眼睛的膜 这样 所以我就决定了 要去配一些比较 fasier一点的眼睛 给我平时 就是拍摄的时候 都可以戴的那种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眼睛 是属于 就是 好看的 那个grab喔 它刚刚七分钟 现在还是七分钟 它就是来不了 也经过漫长的grab的时间 我终于到了 就是 我的那个眼睛店 为什么我会来这间呢 是因为它上网的review 写到很好很好 然后我就想要来试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 sourish跟review都这么好 然后我就来到这里了 最最最重要的是 这里它是有optical stylist的 就是你set头发都需要 hair stylist 所以你选眼镜 也是需要一个 专业的人来帮你选 Let's go 其实要问一下 多帅哥 为什么我要就是 这样多资料 因为我们要心了解 你的lifestyle 很有心 这是为什么我选来这边 因为这边它都会 就是我自己的兴趣啊 我的lifestyle 之类的来选 就是适合我的眼睛 这样 我还是这样子的 我很像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 那个漫画已经叫马克的什么 哈哈哈哈 读到吗 读到 我开读 h l e t h f g t 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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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了 有看到 也比较Fashion一点 因为我自己比较不敢尝试新的 看你可以建议我什么比较新的款式 然后也不要带了这里会一盒够你的 因为等下也透下来的时候 所以等下我会给你介绍一下 我会拿一个Tray给你 然后我会把这边放满眼镜 然后我给你知道哪里一个是称它怎样的服装 所以现在这个Optical Stylish就在帮我选眼镜 因为这种是 哦哦哦它可以拿掉的啦 人会强调这些 中文太眼镜这样大幅 是是是每次都有很多人这样讲 因为你的脸的本质 Original是属于脸小 你带他小个又看起来是学生 所以也不可以太大个 太大个的话很卡通 很卡通 阿拉雷耶 对 因为第一次让我穿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颜色真的很美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就我电话都是买的 这个它就有一点大 比较大 因为买眼镜要买就买的 也是要给钱的 很幸福 可是为了我眼睛要健康 没有办法 是640 啊这样三副才640吧 哇 因为我们买第二次三副都有 因为我的眼镜需要等才可以拿 然后我就打爆了Food Panda 我来到这里了我就不想走了 我直接就在这里等三到五个小时 然后顺便吃一下东西 等下直接拿眼镜 然后我打算要拍就是一个挑战 就是我选了三副和Fashion的眼镜嘛 然后我要挑战就是用这三副眼镜来搭配 适合的Outfit 对我在讲有点难啊 因为我蛮少打扮 可是我想要挑战看看 然后你们在投标看哪 一个Outfit比较好看 一开始走进来呢 要脱鞋 脱了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坐住的地方给你等候取的 因为多数的人他都是会 找朋友一起来陪嘛 然后朋友就可以坐在这里等 然后这里就是Counter老板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眼镜 这里它有一个拍照区 这拍照区超级美 然后这里呢就有刚刚我侧移的机器啦 吧台很美 然后它到处都是镜子 看是不是整个拍照区很完美 所以现在我的眼镜是好了 然后这个Optical Stylish 它就要帮我养一下那些后尾的勾 你现在是在 你现在是在 我家 我这个把肉热 我才可以调它的弯部 哦哦哦哦 如果没有肉热 我自己的耳朵会断 哇它就比较锁着耳朵 嗯它后尾就躲到比较稳 所以如果有时你 有汗 它都不会降于火 哦哦 所以我的眼镜是已经好啦 然后这里它有做一个就是 很好的一个活动 就是你每买一副眼镜呢 它就会捐一副眼镜给需要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的Thank you card 所以这个是我捐的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眼镜 然后你们就是想要比较fashion 有人介绍的话 我很推荐这里啊 因为这里它的服务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它每一个details都跟你做到很好 包括那眼睛会不会滑下来啊 你瞳孔的diameter是多少啊 你的生活习惯需要到什么样的眼镜啊 最重要的是它还有做就是 变眼镜的这个活动 我就觉得 如果你们真的需要买眼镜 然后过后又想要做慈善可以帮到别人的话 我很建议你们来这里 Pot glasses 今天就是要挑战一下就是 用三副不同风格的眼镜 搭配三套不同风格的衣服 所以在我后面呢 这个就是 很小爱的衣橱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用它的衣服 来配三个不同风格的一个style 这样子 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它最近有一段时间 是在忙着那个倒数的表演 所以它就没有出现整理的时候 要不要我们就帮它整理一下 所以大叔像是整理完了 然后我刚刚选就是 就是可以搭配到我眼镜的一些衣服 我的眼镜有三个风格嘛 一个是比较home look的 home look的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一款 这一款呢 是比较家具风的 如果穿到这样oversize 然后配一个短裤的话 戴这个眼镜就很搭了 所以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奥妃 第二款呢 就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 Rosco的边边 戴起来呢 是这样子 因为它Rosco的颜色很fashion 所以我就要找一件 穿起来比较女神的衣服 来搭配这个眼镜 然后它有一部呢 它是这样子 比较白搭的 它是一个 就是素颜的时候 戴出去也很好看的一款眼镜 这一款眼镜呢 我就要配比较好 和风一点的衣服 所以我的那个style 全部都已经想好了 然后现在我就要选衣服 home look的是 就是这一套衣服 我就不要再选 就要选比较女神的 跟比较寒风一点的衣服 那那衣服 我应该会穿这一套 就是这一个 比较长一点的裙子 然后呢 比较寒风的衣服 寒风 我的印象中 寒风比较简单的是 黑白的搭配 因为黑白怎么样配的不错 这个裙子 黑白颜色 然后中间是有拉链的 这一件衣 这一件衣 这一件衣呢 它是一点是auto的 然后一点是折起来的 躺修的 就这样子搭 所以现在我就要去换装啦 所以我的挑战就到此为止 你们可以去评论就是你们喜欢哪一款套衣 如果你是我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homelook的那个 因为那个是我穿到最舒服 也是最自在的 然后眼镜的话 你们也可以评论你们觉得哪一个眼镜好看哦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订阅还有按赞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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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